哈喽,我是小叮当 诶,我的泥怎么少了这么多 这里的也不见了 妈呀,我家不会被打劫了吧 还是我记错啦 这里有个韩式炒年糕 今天先玩你吧 这里怎么坏啦 不在意这些细节,看看泥咋呀 哟,盒子还是一个钻石的形状 一盒红色的糖纸偷胎 这个小的有点像香蕉包包奶 这一包好像是纸黏土 这个勺子挺可爱的 剩下这些全都是小装饰了 先把黏土做成一条条年糕的形状 哎呀,这个黏土好像化了呢 特别黏 再看这盒泥,还挺清透的嘛 质感和昨天的火锅泥特别像 这样轻轻的拉伸还可以 稍微用点力 嗯,你们懂的 先揪一小块盖在年糕上 这个泥如果再红一点就完美了 这个小瓶的果真是爆爆奶 完全不粘手 但是盖在年糕上感觉不太对呀 算了算了,还是把你揪出来吧 来点这个还是比较符合的 黑白芝麻也加上去 这样才像韩式炒年糕嘛 但是为啥是个勺子呢 完全挖不起来呀 应该换个叉子 来,喂你一口 哎呀我的天,真的太费劲了 昨天有小凯问我 摆了这几瓶Rail是干嘛的 吃火锅和吃年糕 不都得有点仪式感呀 还真别说诶 这个Rail虽然脆得像果冻一样 但是这样晃还是挺治愈的 因为它完全不会流下来 把这个套盒带的包包奶也一起倒下去吧 虽然到目前我都没搞清楚它是干嘛的 下手混合的这一瞬间 我就知道今天又妥妥的翻车了 底层是黏土 然后是透胎 还有果冻一样的夹水 又被我放了一块包包奶 今天能混合的成功才是神奇了 对了,最近总有人让我做夹水混黏土 你们确定这个可以成功吗